由李宪、任敏、领贤主演的电视剧《群星闪耀时》今晚即将上线湖南卫视芒果TV双平台同步播出 《群星闪耀时》主要讲述爱国青年华珍与洛敏敏在历经现实的打压挣扎 成长逐步找到自己的信仰 雅人携手护家卫国的故事 众主演携手为《群星闪耀时》扫楼做宣传 李宪一身米棕色西装帅气十足 任敏一袭白色中式旗袍美出新高度 尽显古典美人的优雅大气 任敏终于选对了衣服 做对了造型 这件衣服搭配简单复古的造型 适配度刚好 李宪 任敏现场大跳手势舞 场面十分欢乐 李宪还一脸宠爱地看向任敏 跳完任敏害羞地捧了捧自己的脸颊 另外两位主演也是玩得不亦乐乎 另一部是都市情感剧《春色寄情人》 定档4月22日 在央巴腾讯播出 共21集 一前一后 仅仅相差一个星期 势必这两部剧有重叠的时间段 自己和自己打 这种场面还是很少见的 大概是觉得 虽然主演都是李宪 但是两部剧题材迥异 所以无所畏惧吧 剧情对比 《群星闪耀》时 讲的是民国时期 军政部次长之子 海军军校学生华真 因一次上海之行 将其卷入一场命案之中 为了查明真相 他化身为小景原相远生 遵循真相的过程中 他结识了共产党员陈浩 骆明明等 经历生死考验后的向远生 实现信仰转变 最外中成为一名地下工作者 春色季情人陈迈东比线 是遭遇生活变故后选择成为一名入恋师 庄杰周宇彤 是因车祸导致腿部残疾 身残至尖的他 为了追逐更好的自己 孤身打拼成为职场精英 都因生活的变故 造就了彼此的职业 入恋师家医疗销售 一个冷漠 一个轻浮 在不断拉扯中 逐渐互相理解与尊重 上演一部甜美的小镇爱情故事 一个是悬念拉满的谍战剧 一个是甜美的小镇爱情故事 观众可以轻松根据自己喜好对号入座 演员阵容对比 先说 女主角 群星闪耀时的女主是任敏 1999年出生的她 年纪虽轻 但代表作却不少 比如《悲伤逆流成河》 《玉谷瑶》等等 《春色寄情人》的女主角是周宇童 相对来说 她的资源要比人敏逊色一些 但是她的长相和年纪 似乎与李线CP感更强 再看 配角 群星闪耀时中的王茂磊 蒋义 宋宁峰 董洁等 都是身经百战的老演员 非常令人期待 《春色寄情人》的廖涛 也就是女主角的妈妈 由刘林老师出演 给该剧增加了不少看点 非常令人期待 从演员阵容上来看 群星闪耀时 似乎更胜一筹 粉丝们可结合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 如果时间充足的话 养部剧都可以看一看 也可以先追一部 另一部养肥了再看 虽然看起来 《群星闪耀时》更吸引人 但是《春色寄情人》 涉猎了一个比较冷门的职业 《入恋师》 当年日本电影《入恋师》 就获得了众多国际大奖 如第32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 ZY高大奖 第81届奥斯卡金像奖 ZY加外语片奖 第29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ZY加亚洲电影等 除此之外 《春色寄情人》在小镇拍摄 美丽的小镇景色 对眼睛也是非常友好的 亲爱的 热爱的 这部剧成了19年的暑期档爆款 至今还是现偶剧的标杆 杨子通过这部剧 成为炙手可热的九十花 之后每一部剧都是女主剧 搭档的也是当红流量小生 片约纷至踏来 李现也因为这部剧一炮而红 在那个暑假 凭借韩商言圈粉无数 成了广大女粉的现男友 李现也开启了自己的男主之路 只不过 后面播出的剧并不多 和李一同主演的剑王朝 造型和剧本都不是很理想 让李现备受诟病 之前还寄希望于大制作 人生若如初见 李现能让他再创巅峰 可惜因为题材问题 这部剧《延期》播出 李现投入的巨大心血 差不多付诸东流 还好去年播出了 《去有风》的地方 让李现风评再次扭转 这种田园风的都市剧 很适合他 和刘亦菲男帅女美 也十分般配 让他重新回到大众视野 这部剧最终取得了 8.7分的高分 李现也再次塑造了 一个经典角色谢之遥 大家没能在人生 若只如初见看到李现的中山庄 军庄 但近期能看到了 李现在这个月定到了二部新剧 一部是现代言情剧 一部是民国侦探剧 就可以看到各种制服的李现了 现代言情剧是春色季情人 由李现和周宇彤主演 其余演员还有刘林 芳芳 万鹏 吴俊平 张希伟等等 将于4月22日 在央视八套黄金档播出 网播平台则在腾讯视频 整部剧是属于治愈系列的 感觉类似前一阵播出的 谢谢你温暖我 男主的职业是遗体整容师 这样的男主非常罕见 而女主是在外打拼 短暂回家休息的大城市职场精英 因为车祸残疾 想要给父母更好的生活 而不得不奔波停不下来 周宇彤演过不少都市剧了 像爱情而已 我在他乡挺好的等等 温柔知性 有自己独特的魅力 李现又是特别酥的男主 很期待两人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还有一部搭档人敏主演的谍战剧 《群星闪耀时》 将于4月15日在湖南卫视播出 芒果TV同步播出 以抗战时期为背景 以男主向远生的成长为主线 讲述了向远生 在一次意外上海之行后 整个人生和价值观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经历了一系列生死考验 逐渐坚定了自己的信仰 最终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上 一名优秀战士的故事 李现除了眼相远生 还演绎了一个角色叫画珍 相当于一人分尸二角 女主是任敏扮演的洛敏敏 曾在《悲伤逆流程》和 《清平乐》 《你好》 《知华》等作品中 都有着精彩表现 还凭借《清平乐》 获得第27届白玉兰奖 最佳女配角提名 此外 剧中还有周游、王子玄、王茂磊、宋芳元、蒋毅、李芷默等演员 也在剧中担任重要角色 好久都没看到李现的剧了 如今同期播出二部剧 还涉及到不同题材 这个四月可以刷一波存在感了 能否让她的事业再次到达一个高峰呢 拭目以待吧 李现和任敏的精湛演技 在《群星闪耀》时中 点燃了近代革命的热血之情 这部剧不仅仅是一场戏剧性的故事 更是一次心灵的觉醒与成长 华珍 一个原本志在成为海军舰长的军校生 在剧中经历了一段命运的曲折 将她引向了革命的道路 她的内心充满了对正义的渴望 与共产党人的相遇改变了她的一生 剧中的情节紧凑 每一场戏都充满了紧张与激情 例如 华珍与洛敏敏的相遇 他们在多次战斗中并肩作战 共同追求革命理想 这种情感纠葛不仅令人心潮澎湃 更勾勒出了一个英雄与爱情的双重画面 通过华珍的成长过程 观众可以看到一个人在不同阶段的人生轨迹 他从军校生到底层警员 再到优秀的共产党员 每一部都是一个灵魂的觉醒与蛻变 这种人物的深度塑造 使得整个故事更加引人入胜 不仅如此 剧中还涉及到了对于时代背景的精准把握 抗战时期的上海充满了动荡与变革的气息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理想与信仰奋斗 这种时代的背景更加凸显了主人公的英雄气概 在剧情的发展中 我们还看到了对于爱情 友情 家庭的深刻探讨 华珍与洛敏敏之间的爱情 虽然坎坷 却充满了力量与勇气 他们相互扶持 共同成长 这种情感的呈现 让人感动不已 总的来说 群星闪耀时 不仅是一部戏剧作品 更是一次思想的洗礼 与心灵的觉醒 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英雄的成长历程 更让我们思考了人生的意义与价值 在这个充满动荡与变革的时代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勇敢面对 追求自己内心的真理 让革命之光 照耀我们的心灵 指引我们前行 都市爱情剧 不仅是国剧中最难拍的类型之一 也是国产雷剧的重灾区 但都市爱情剧 也是国剧最有潜力的类型 因为它的受众群体 本就是能与之产生更多共鸣的年轻群体 另一方面 这个类型信息量少 门槛更低 更容易被年轻人接受 而春色季情人 想要打破现在都市剧的困局 除了靠央视这个最佳平台 还得看自己 一是主线剧情不要崩 在当下国产都市剧 偏向于双线并行 元素叠加时 春色季情人单一的主线更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也更容易做到剧情不跑篇 而且 春色季情人这部剧 没有采用国产都市剧烂大街的职场元素 工作描述有 但是不多 避开了可能出现的工作专业性错误 让剧情落入实地 二是要好看 春色季情人的剧情从生活出发 但是却没有落入到教育层面 剧集呈现出了近年来成年人对感情现状的思考 通过男女主的感情发展 来暗示当下年轻群体对爱情的态度 在情节中挖掘人性 洞察人心 我想 这就是春色季情人被央视看重的原因吧 现在该剧已经定当 相信只要顺利播出 赶超城中之城的成绩 不是问题 这就是春色季情人的感情